那我們這邊要討論的問題 第一個是 這個經濟公司可不可以片面的 就這樣跟龍龍終止他們之間的契約 那第二個是 這個雞排妹呢 跟龍龍的經紀人 其實有在網路上直播 把他們之間一些比較不公開的事情 譬如說他們中間的協商過程 或是公關操作的過程 全部都在網路上直播出來 那這個是可以的嗎 難道沒有一些保密義務之類的規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毛律師 歡迎收看世在哈囉 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注意到 網路上一個吵了非常大的新聞 這個新聞甚至大到蓋過金鐘獎 就是喜劇圈有一個演員叫龍龍 還有另外一個喜劇圈的演員叫老K 那他們之間發生一些糾紛 龍龍認為說老K霸凌他 結果這件事情演變到最後呢 反而變成龍龍的經濟公司 跟雞排妹出來反咬龍龍一口 認為龍龍在合約的期間 有傷害公司的信譽 甚至是有說謊的行為 所以就在網路上公開的 跟龍龍解除他們之間的經濟合約 那我們第一個就從這個經濟合約 開始講起 其實經濟合約在我們的民法裡面 沒有一個契約叫做經濟合約 那我們一般會 以經濟合約這些性質 他是藝人或者是脫口秀的演員 去委託這個經濟公司 幫他去處理一些演藝事業 然後幫他處理這些經營管理 然後收取報酬等等的事項 所以實務見解會認為說經濟合約在民法上面的定義 其實類似於委任契約 一個勞務給付的契約 類推適用委任的規定 那委任契約 它原則上是建立在雙方的信任基礎上面 譬如說你今天來委任律師 你就是相信這個律師會幫你把事情做好嘛 那一旦有發生什麼事情 你覺得不能再信任這個受任人了 譬如說覺得這個律師怎麼都好像沒有照你說的去跟法官陳述 那你們之間的信賴基礎已經不存在的時候 民法的第549條 他規定說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也就是說不管是委任人或是受任人 其中一方 你只要對另外一方的信任基礎不再存在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的終止這個委任契約 所以今天籠籠跟這個經濟公司之間 他們民法類推他是一個委任契約嘛 所以今天籠籠做出了一些讓這個經濟人 經濟公司認為說 不能再信任這個藝人 不能再跟他有繼續合作的時候 他隨時都可以終止這個委任契約 今天這個委任契約的終止是合法的 但你說如果終止委任契約以後 其中一方有受到損失 譬如說如果今天這個藝人已經跟廠商已經有簽約 已經要合作一個廣告案 結果藝人跑來跟我們終止契約 然後導致我們可能經濟公司要賠償廠商的話 那這個損失是要由終止的一方來負擔的 這個雞排妹跟經濟人其實在網路上有做一個直播 然後把他們跟籠籠之間就是協商啊 公關操作的過程全部都講出來 那直播非常多人喔 當下甚至達到六萬人同時都在收看這個直播 那最後觀看人次到了一百多萬 那當然幫忙律師也有參與其中啦 也就是一百多萬人都看到 龍龍跟這個經濟公司之間 他們之前到底怎麼協商 那就這個爭議事件是怎麼處理的 那可能會有人問說 這個事情是可以公開講的嗎 原則來說這個可能是屬於公司跟這個藝人之間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保密義務 或者是有些事情本來就是不應該公開來講的 但是這個呢 可能就要牽涉到龍龍跟這個經濟公司 當初簽約的時候有沒有簽保密條款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個人認為講出來可能會有一些 道德或者是道義上的問題 但其實是並沒有違法的 不像是律師啊 或者心理諮商師 其實我們的律師法 其實都有規定說我們有保密義務 但是一般的委任契約可能沒有 所以這邊就要提醒各位觀眾喔 一般的觀眾可能很少會去宣到經濟合約啦 但是你再簽委任契約 或者是有一些相關的 譬如說有設計營業祕密 或者是有一些保密義務的約定的時候 建議各位觀眾 記得要在你們的契約裡面 加上一條保密條款 那有的人會問說保密條款有分等級嗎 什麼東西該保密 什麼東西不該保密 其實該保密不該保密 什麼東西要保密 保密的期限有多久 這個都是雙方可以自行去約定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 一輩子都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其實你也可以約定說這件事情 終生永遠都不可以公開 那如果公開的話 另外一方可能就要負上損害賠償的責任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為大家講解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你有法律問題需要解答嗎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 將你的問題留言給我們 就有機會在底下的問答集專輪中 找到你的答案 或是在週末的節目中 有律師為你解答喔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hello 每天下午5點 like today準時上線